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0月21日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伊朗的见证者136无人机和SpaceX公司的火箭 它的异举同工之处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见证者136无人机 它目前已经展示出了它强大的功能 而且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优势 就是说它价格的低廉 这一点上实际上跟SpaceX火箭有很多类似之处 SpaceX火箭也非常便宜 但是它这种便宜不光是靠节约成本 使用一些技术要求较低的配件来实现的 实际上它在功能设计上有很多值得大家借鉴的地方 现在我们下面就讲一下 估计这个136无人机它是有多个版本的 它是有全功能版 可以做巡航飞弹式的 就在战场上做巡航飞弹式的 另外它也有个现在用的大多数是简略版 简略版就类似于像巡航导弹一样 就攻击一个固定目标了 这个简化版就是说它每次只能攻击一个固定的目标 所以目前主要是用来袭城 它正常的版本是可以改变它攻击目标的 是能够随着动战场的需求 不断的调整它要攻击的地点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眼它这个外观 它的外观没有任何的观察设备 你看不出它任何观察 确实它本身就没有任何观察设备 它就是三大块组成的 一个它前头这个简单的战斗部 50公斤重 另外一个就是它后的一个发动机 小的汽油发动机 MD550也是一款模特用的发动机 所以很多人也喊它 我管它叫这个伊朗小模特 另外就中间有一个主控 主控是一个GPS 四连装GPS和一个简易冠性制导 外壳是碳纤维的 而且内衬有这个金属支架 所以它的雷达是透 对于雷达波是透波的 雷达反射面非常小 我估计就仅有它那个金属支架 有反射 这就是它最主要的特点 功能简单但实用 而且能够胜任它你要实现的目标 现在在习程当中基本上准确的能落到这个市区内去 我们就在想了 就是说这么简单的一个飞弹 难道就没有太好的办法应对它吗 确实现在没有太好的办法 现在你用导弹打 所有的导弹可以说都比它价格贵 另外你想用干扰 还很难实现 因为它基本它用的就是简单的卫星定位 它不是没有它不需要雷达探测 不需要红外 它们也没有观察 不接受任何信号 它就是飞到目的地了 把它下落爆炸 如果你干扰它这个GPS信号的话 它有简单的惯星制导 可以继续飞行 只是精度会大大降低 另外我们还有一概念 如果这GPS信号被大面积的屏蔽或者干扰的话 你想你也影响几方人员的使用 你自己的设备也就没法使用了 对吧 那我们现在下一步就说 它在战场上 它如何做成这个巡航飞弹的 在战场上 它要配合这个后鸟6 目前在这个战场上 是配合后鸟6来使用的 后鸟6上呢 有这个光级观察孔 它观察到一个目标之后呢 它会把这个目标的定位传输给前的这个 见证者136 见证者136会根据你新船的这个目标 实施自杀攻击 所以大家就想一下 这非常的巧妙 就是说 我把能重复利用的部分 我不做成自杀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观察光学 这个这套东西 伊朗可能自己做不了 它需要进口 所以这种东西 我就不能随便就把它扔了 这要重复的利用 所以它就用单独一架飞机 我做成这个风群攻击模式 我把这没用的部分 简单的部分 我直接给它炸掉 成本又低 这个我这个成本高的呢 我反复使用 它打完这次战斗以后呢 这个这部分飞机呢 再飞回来 对吧 当然这个像这种比较复杂的设备 伊朗可能就不完全搞得定了 它就已经有被这个乌克兰 俘获的这种案例了 那我们就说一下它跟这个SpaceX有什么关系了 我们看一下 这是在AliExpress上在销售的MD550 当然了这产品已经下架了 它现在也太知名了 我估计人家也不让卖了 毕竟这个东西伊朗能用来做武器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SpaceX的思路 实际上跟这个见证者136非常类似 它也有很大一部分重复利用 对吧 它一级火箭是重复利用的 而且我们看看它怎么节约成本 这个SpaceX一次发射的费用是5500万美元 远低于波音公司的9000万美元 和俄罗斯的8600万 这只单人啊 俩人你肯定还要成倍 这个本身SpaceX火箭 它没有采用价格昂贵的宇航级的元件 而是采用了相对低廉的工业级元件 在远件上呢 它也使用了开源软件 实际上用开源软件吧 就是工程师啊 相对这个工作量要大点 因为你要从底层写起 用这个C++ Fontaine 它主要是用这两种语言 这两种语言呢 实际上效率都比较高 因为它是尤其C++它是执行代码嘛 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相对来说你的开发难度要求大点啊 都是像我们这种老一代的程序员 可能才用这个东西 以现有的这个载人飞船 搭载的星载计算机和控制举例呢 就是单个的控制器呢 要500万人币 一共14套 有一个1加1备份以后呢 是28个控制器 成本是1.4亿人币 但是SpaceX呢 它用了是只有2.6万人币 成本相差了5384倍 SpaceX呢 它主要就是用了X86的CPU 但是它呢 每一个部位呢 它是等于做了大量勇余 用6个CPU去做同一件事 这样在一两个发生问题的时候 它会取一个多数值啊 这个有一个 如果这个结果跟其他5个运算结果不一样 就把它剔除掉了 我只用那5个结果 它就是取多数的啊 多数对的 我就用多数那个数 它很多对这个精度要求高的器件 它都是用这种大大用鱼来实现的 这样子的话等于就是软件做起来复杂点 但是硬件成本是立竿见影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 伊朗在做它这个无人机的时候也是 人家就用这个用4个这个GPS 这个啊 但是它不一定是为了做鲸鱼啊 它主要是为了提高精度 但人我就用便宜的东西 对吧 我就用民用的这GPS导航设备 我不用军用的 我得不到我也就不买了 一个花钱省 另外一个我效果可能也差不多 因为我袭击变电站这种目标的时候 你差个几米实际上无所谓 那都是本身就都是大家伙 所以我们大家想想 如果用这种武器去袭击这个沙特的这个油田设施的话 是相当可怕 咱们看一下这个SpaceX用的是英特尔的这个双核的X6处理器 操作系统是Linux LabWheel和这个MathLab 软件工具的C++ 有时候用的Fincent 整个程序呢 只有几十万代码 实际上就用C写的话 代码可能相对来说 这个执行代码肯定是短一些 因为它这个机器用的效率会比较高 我们现在就说一下 像这个伊朗的这个无工机 你看这么便宜 但是它的优点呢 又极其的特出 突出啊 极其特出 机器本身就是一个小快慢的一个典型 对吧 个体小 这个长12.5米宽是3.5米 这个材料呢 是玻璃纤维金属材料小 慢呢 就是说它巡航速度据说是百公里左右 最高速度是180 那巡航速度100公里就接近于去车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有一个什么 对它来说有一个什么好处和劣势呢 劣势就容易被人击落 但是好处呢 是不容易被雷达发现 如果是一个预警飞机在空中飞的话 它想看到这种无人机的话 由于它速度特慢 接近于汽车就都被屏蔽掉了 由于它飞的低呢 这个高空侦察这种雷达呢 又照不到它 火控雷达能看了它 但是它看了它已经晚了 它已经很快 因为你距离近嘛 很快它就飞过去了 所以通过雷达发现它了 我觉得可能可以 但是也不是特别容易 也是比较费劲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呢 现在是爆出来的是击落的很多 但实际真正打的目标的可能也不少 而且乌克兰方面付出的成本特别的高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就说这款无人机实际上很值得我们国人去借鉴它 不论是在做什么事 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思路 像我们过去用的传统的这种 这种非要军工去开发武器的这种思路 我看也屌完全变了 你像这个土耳其搞的这个棋手二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原来类似于民营企业搞的一个 产品 把这个伊朗这个自材无人机更像一个民用产品啊 你完全 你完全可以民用给把理解成就是一个大玩具 对吧 只不过这个大玩具可能不让卖 因为它可靠性可能差 没准飞着飞着它就掉下来了 日常生活当中你不让飞 但战争期间它随便飞了 它掉就掉了 反正也便宜 所以这些整个武器开发的思路就变了 然后这个功能设计上也非常的巧 对吧 它把不同的功能拆分到不同的飞机上 它不一定放在同一个飞机上 买器件的这个思路也变了 然后这个控制的系统实现上它也变了 用这种种鱼方式去做那种精度要求高的事情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